师父,财长博客有一个同修的精彩分享,我们看了也是很受益,我给大家读一读吧,师父,您也在开始开始,他说,大家好,以下是我的亲身尽力与大家分享,愿大家福会双修,精进学佛。 2017年11月17日早上,我与师兄们一起在观音堂集体上香的时候,我祈求菩萨让我能够严守五戒,守住自己的肝板,上完早香之后,我就安静的坐下念经,念到一个半小时时候,我看到了一道很强的金光,于是我闭上眼睛,看到了韦陀菩萨。 韦陀菩萨说,要带我去看犯了邪淫的果报,然后我就跟着韦陀菩萨去到了一个黑漩涡,往下走着的时候,我感到害怕,韦陀菩萨跟我说,不要怕,有我在。 不一会儿,我们就到了地狱,韦陀菩萨先带我去看的是虫子地狱,那些人被虫子注进身体里面,全身都是虫子。 韦陀菩萨对我说,你看,这些都是犯邪淫的果报,这些虫子不止钻进身体,还会钻进你的骨头里面,让你非常的疼痛。 然后韦陀菩萨带我去看铁柱地狱,那里的铁柱烫得很烫很热,我看到有些人都不敢走,不敢走前去,有的是被夜叉逼着向前抱住那热烫的铁柱。 韦陀菩萨对我说,你看,这也是犯邪淫的果报,在人间被热水烫着,都已经很痛了,更何况是抱着这么热的铁柱,我看了非常的害怕。 接下来,韦陀菩萨带我去射眼地狱,我看到的是拿着弓箭来射他们的眼睛,惨不忍睹。 韦陀菩萨说,这些就是在人间看了那些不该看的东西,所以由此果报,韦陀菩萨还说,在人间犯这些邪淫会骨折,固断。 韦陀菩萨告诉我,一定把在地狱看到的一切分享给大家。 韦陀菩萨说,下一次带我去看打望你的果报,我在地狱里看到那些犯邪淫惩罚的凄惨情景,真的是毛骨悚然。 我立刻睁开眼睛,冲出了观音堂,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,希望大家可以引以为敬。 以上分享,真实不虚,一直有分享不如理如法的地方,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,请委托菩萨慈悲原谅,请各位诸佛菩萨慈悲原谅。 诸佛,分享完了。 嗯,谢谢。 你让我刚刚就,就你这么分享一点时间,我还眯了一会儿呢。 诸佛是累得不得了,就是告诉你啊,地狱苦啊,你们想象一下,不相信的人,请他们想象一下,就可以了。 想象一下,啊,你做梦像不像真的,我们不要说真的,你做梦你会痛苦吗,害怕吗,完全像真的一样,你现在就明白了吗,所以地狱就是真实存在的,而且你醒不过来的,就永远在下面,嗯,明白了吗? 嗯,明白了,师父,委托菩萨带他去参加地狱,师父就是要是警警示人,你也不要犯,就是你知道现在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? 看,看黄色的东西,因为任何的新闻里边,全部描述的很多黄色的东西,它哪怕一个,一个新闻它都要黄色的描述,所以对人的伤害极大,尤其对年轻人。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,你们千万不要看,跳过去,不要看,摇摇牙,他不管再什么好的题目,不要去看,你们没有免疫力啊,真的,是,是,是,对,对,对,千万不能看的,哎呀,真的,这种真的下流的不得了,这些制造下流的东西的人,以后全部要下地狱的,咱们的业很重的,对,对,对,明白了吗? 对,对,对,是,对,对,对,其实师父,站在这里,真的是感恩委托菩萨给,给,给大家这么一个警醒啊,师父,通过,对呀,对呀,对呀,就是这样,嗯,所以人一定要,人一定要有境界,明白吗? 对,对,对,好,谢谢师父,特别感谢师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